漏氣喔 二十萬漏氣 你如果一個選機 立委市長的選機 如果衆商、企業相關 可以關到一百萬 對 關二十漏氣 賺賺賺的 你反正現在問 李津洋那個老闆的誰他就不知道了 但是為什麼 選機在關 今天我沒有卡槍 你幫我關啊 我沒有說 我要進口辣椒粉 所以拜託市長大大幫我的忙啊 市長也沒有說 誰可以捐 誰不能捐啊 他只是一個 認同政治理念 政治方向 然後 他去捐款 捐了 捐了我們候選人 這個民意代表不是就沒事做呢 我們一個一個打電話去核對說 你成年了沒 那有的人會拿人用錢出來關有沒有 那有的人在台灣的選擇 沒有代表錢關 結果都要打電話給他貼錢 貼錢 所以 大家這個 在選舉的過程 募款也好 正常的政治獻金管道都好 這個都是民主社會的一部分 講得 風生水起 試圖轉移焦點 許曉鑫現在就是在轉移焦點 他現在就是第一個在幫盧秀燕轉移焦點 第二個 再幫辣椒粉轉移焦點 第三個是怎麼樣 要嫁禍民進黨 就這些事情而已 他在轉移焦點 用過去在打美國豬肉進口的時候的標準 如果 國民黨現在要打食安的問題 首先 要求中國賠償道歉 辣椒粉哪一來的 中國來的嘛 道歉 然後呢 要求官務局 每一包中國進口的食物都檢查 逐批抽檢 分批抽檢 每一箱抽檢 每一包抽檢 對不對 去年前年在炒美國豬肉的時候 就應該要這樣子幹 所以他現在 許小新的意思是 他在怪中國產出有毒的產品 許小新現在在怪中國 那你就直接講就好了 對 你就罵中國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支持許小新 一起罵中國 不敢抄 不敢的話就從抄就業 我們就做轉移焦點的事情 所以 今天在講這些東西很簡單 我們先理一個邏輯 辣椒粉是誰出的 中國出的 是誰進口的 新北市進口的 是誰檢出的 台北市採檢檢出的 結果 台北市檢出 新北市沒檢出的東西 看一看全部都是國民黨的 罵高雄 這個我覺得是 比較誇張一點 台北檢出 新北沒檢出的東西 然後跑去罵高雄 侯友宜怎麼沒有出來說清楚 侯友宜 他已經躲很久了 他從選前 他好像從選前沒多久 就躲到現在 躲了兩三個月 昨天山從筍林 他有去現場 有看到 沒有啦 侯友宜本來就不是 很喜歡上媒體的人 選總統也是破於無奈的 國民黨沒人才才會出來 對不對 好 所以中央有沒有做事情 中央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提高採檢批次 所以他才會查出來 然後查出來之後 嚴重到 你查到一次外面的不進口 大家要知道官務局很辛苦啊 你一個貨櫃的東西進來 包山包海包羅萬象 我們通常能夠做的事情 就只有抽檢而已 我們進口哪些雖然 要申請要報關 但是他只能抽檢 所以他可能抽檢的時候 第一批進來沒有抽到 流入市面 第二批抽到了 馬上宣布停止 然後呢 有21家 可能含有 毒辣椒蘇丹紅素的東西 全部都暫時禁止進口 所以有沒有做事 當然有做事啊 可是你到底要他做到什麼程度 所以徐曉星可能多做一點功課 因為在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訴求的時候 你其實在增加公務員的工作困擾 不然現在官務局要多增加一倍的人數 十倍的人數 我們足包檢驗 拆開來足包吃吃看 試讀 每個人在海關裡面放棄讀犬 所以這件事情很簡單 徐曉星就是在轉移焦點 國民黨就是在轉移焦點 他們從來就不是跟你講道理的政黨 如果講道理 比照過去你們質疑美國豬肉的角度 來質疑這個中國毒辣椒 那我覺得這個就合理 但如果今天只是在攻擊不同政黨 從他整個檢出的過程裡面 遇到國民黨 台北市就閃 新北市就閃 台中市就閃 高雄抓到 後你下加毒辣椒 這就是在轉移焦點 開義以來 一連串的 國民黨就是一直把食安問題 拿來當做政治問題 前面一陣子 食安問題他們在護航誰 這個一直吵說 要曾經人來做食安專報 然後行政院長來報告之後 又不讓他講話 然後你質詢的時候 又都問一些根本不是這個 檢驗內容的問題 整個都轉移焦點 轉移焦點就是為了要護航誰 食安問題在護航誰 護航台中 護航盧秀業 因為真正接下來 到底天選之肉 那一盒 是不是實驗室有污染 怎麼發生的第一時間發現 為什麼不先通報食藥署 而是對外媒體發布等等 接下來是盧秀燕要到台中 市議會去報告 該講清楚還是要講清楚 那現在這個中國辣椒的問題 蘇丹宏剛講了 源頭是誰 源頭就是中國 為什麼中國的河南 這一家不肖廠商 為什麼會這樣子製造這個不肖 等於就是黑心辣椒粉 然後中國政府為什麼沒有把關 為什麼讓這樣的東西流出 流入到台灣市面上來 這個你看徐曉星完全不去檢討 源頭的問題 中國政府不是說要把關嗎 完全不去檢討源頭 也一樣轉移焦點就是為了 或要護航中國 然後現在轉移焦點的手法 跟之前都一樣 跟國務院黨每次都這樣 都要人家為捕先知 請問一下2018年的時候 要如何 他雖然講說 當時也有民進黨的 綠營人物也有收過 這一個廠商的 當時的政治獻金多少錢 20萬 他說當時也有收過 所以這是不是跟綠營有關係 你怎麼可能 每次都要人家為捕先知 請問你2018年 源資也剛選舉完 我們都剛選舉完 我們有可能 在收政治獻金的時候 去預期說 七年八年以後 這個當年捐款我的人 會不會做出什麼樣的新聞 不可能去為捕先知 而且何況 你看當時他捐的名字 也不是現在這個 他是寄生公司 他只是說 跟他當時捐款公司 同一個負責人 當時捐的名字叫做亞士嘉 名字也都不一樣 你說我們怎麼可能 收政治獻金之後去查 說這一個公司的老闆負責人 同時還負責哪些公司 然後同時我要去想像說 未來七年到八年以後 他會不會涉入什麼樣的案件 何況 不但不能為捕先知 你現在要為審先判 這個都還在調查當中 這個公司老闆負責人 跟他這個公司裡面 是內部流程出了問題 還是這負責人是知情 還為知 這個都要在調查當中 每次都要為捕先知 又要為審先判 我覺得總統來說 都是在轉移焦點 然後回到我剛剛講這個 我們這個 上一週在立法院的實安專報 這個當時 國民黨多位立委 原知是沒有了 這個巧新 然後這個 台中的這個立委 都是在問說 你們只檢驗出 百分之三 但是你不能保證 剩下百分之九十七 都是沒有問題的 就完全去推翻了 一直以來我們這個科學 調查的方法 我會覺得說 立委你要質詢 然後天津第一 但是不要每次都為了政治護航 已經做得太離譜 太難看了 好 因為包括呢 之前徐曉星的部分 你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姬泰的事情 那時候很多人就質疑說 那王鴻威的事情 那時候也收政治獻金 那徐曉星為什麼沒罵 以後這一次為什麼罵 對 你說姬泰倒塌 在台北市發生 而且呢 後來被查出說 姬泰當然他政治獻金 藍綠都有捐 但是捐給國民黨的民代 議員是捐最多 其中收最多獻金的 收姬泰最多政治獻金的是誰 就是王鴻威嘛 他不只是台北市議員 選區是直接相關 所以你要講利益相關的話 當時國民黨 為什麼沒有這個方式 去質疑王鴻威 那當時王鴻威他怎麼說的 大家記得嗎 他當時說我並沒有 我並沒有停止 我並沒有因為收了錢 而就沒有監督 所以說 總是說這很明顯的 就是在轉移一個焦點 為了就是要護航 其實真正我們大家現在 應該台灣社會 真正應該關心討論的是什麼 是為什麼中國 會製造出這樣的 黑心辣椒粉 然後國民黨如果真的這麼在意 食安的話 夏立元不是要去中國了嗎 夏立元去中國的時候 要不要去跟中國政府抗議呢 你們都沒有做源頭把關 真正食安問題 你要從科學來講的話 不就是要從源頭把關嗎 否則我們再怎麼樣查驗 你源頭沒有辦法把關的話 一樣永遠會有食安 這樣子的疑慮發生 陳建仁一直在cover盧修宴包含鄭文昌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許小新說 那有可能是簽名人 那危險了 簽名人如果是天選之後 那塊肉台中市政府還找到那塊肉出來檢驗 檢驗出來確實是有所謂的西布特羅 那不就是台中市政府就是簽名人嗎 所以說實驗室污染 因為我要講理性來講科學來講 實驗室污染是正常發生的事情 所謂正常會常常發生 那你通常檢驗到的時候 你會22次檢驗你會檢驗22盒肉嗎 如果只有一片肉檢驗出所謂的西布特羅 那其他22盒肉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會認為說可能就是實驗室污染 台中市政府本來可以自我判定 叫做實驗室污染 他們就會說我們的檢驗是有合格的 所以我們自己查到說這塊肉是實驗室污染 後來是陳建仁說你們是實驗室污染 因為如果不說實驗室污染 到底那一盒肉的西布特羅怎麼來的嗎 就變成是大家會有疑慮嘛 反而是中央政府在幫盧秀燕講話 所以鄭文燦才要請所謂的盧秀燕吃酸菜白肉鍋 不知道是不是吃台電 台電的酸菜白肉鍋 台電最近要漲價 不知道酸菜白肉鍋有沒有漲價 盧秀燕還要求說我們要做我們台中的酸菜白肉鍋 正在白肉鍋的美食地圖 因為所謂的這塊肉有毒 已經對台中式的肉品產生一些影響 觀光客不敢去台中吃豬肉 因為只有台中剪出來 所以才要做這個美食地圖 我覺得國民黨常常會為了打而打 打中央政府 結果都打到自己人 那我覺得是其實盧秀燕想下車了 國民黨立委硬要把他綁在車上 現在還鬧出一個蘇丹宏事件 綁了更多人 對 包含蘇丹宏事件 是羅志強講說盧秀燕如果要上來備詢 陳其邁也要上來備詢 結果被陳其邁打臉 高雄市政府只是下架 是新北市政府查驗出來的 我都要講這些縣市政府 包含中央政府對於石安 這個部分其實都有盡到責任 除了盧秀燕提早公佈之外 我覺得這是他唯一做的措施 其他的部分都有按照所有的程序 包含我們衛生局的相關的同仁 都有按照程序在做檢驗 包含這一塊所謂的蘇丹宏事件 是因為廠商假照了SGS的報告 也就是說有沒有檢出蘇丹宏 有 我們的SGS公司 是有檢驗出你這批貨是有蘇丹宏的 結果他們假照了檢測報告 才賣給了這個相關的通路商 這才導致了目前在市面上 吃得到蘇丹宏 吃得到這個辣椒 相關這批有蘇丹宏的辣椒粉 所以是因為廠商犯罪 雲林縣政府 我要講我也要肯定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也有衛生局 也有去查說你假照了 所以他才移送給雲林地檢署去偵辦 也就是說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對於所謂的食安的管制 都有按照相關的規則去進行 鬧事的是誰 鬧事的就是你的同事 都是這些立法委員的立委們在鬧事 他幹嘛要這樣鬧事 因為上禮拜大家還說他們都在炒食安 那好像很重視食安一樣 那現在出這個蘇丹宏這個事情 不是應該還要在那裡嗎 對 所以你如果問我 唯一有問題的是說 我們在進口中國辣椒粉的時候 沒有加強檢驗 有人說從進口端就應該檢驗了 不應該讓廠商自行去送檢 因為中國的所謂的微星 所謂黑心食品特別多 所以未來對於所謂的中國黑心食品 在進口的時候 是否中央政府就應該強力的監督 強力的去檢驗 不要到廠商 然後讓他們去做變造的工作 我贊成 就未來對於中國的進口食品 相關的食品應該加強檢驗 甚至可以因為檢出來之後 停止相關的商品來進口 這個對於中國來講是最大的懲罰 而且要強力的譴責中國 不要再讓這些黑心 中國的黑心商品來進到台灣來 製作人員 老 bookstore